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8個已經去了外國的香港人 甚至說親人,親戚朋友提供這個資料 都可以得到這個怨紅的 但是國安處的總警司李桂華自己都承認 因為這8個人都是在歐美國的 包括英國,包括在美國、澳洲 跟香港沒有引渡協議的 一天不回來,你都抓不到他 他都承認,所以勸他們回來自首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既然抓不到他 又這麼高調 又說要懸紅緝拿,又說親戚朋友提供資料都能拿到懸紅 究竟實際效果是什麼呢? 但是國安處亦都發了一個新聞稿 保安局發了新聞稿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要切斷他們的犯罪得益和資金來源 抽出並追究他們香港的犯罪黨羽 終於有答案了 其實抓不抓他們 抓不抓到他們還是其次 因為抓到的機會很小 現在重點是對付他仍然在香港 跟他們有聯繫的人 甚至 有些人的說法 我自己的研判 譬如今天發生的這件案 不只是抓他們在香港有聯繫的人 然後呢 而是要將 特區政府一直說軟對抗軟對抗 要將 被視為軟對抗的一些力量 一網打盡 今天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了 是吧 就是這個 眾志的一位前主席林朗彥 包括他這些其他一起幫助懲罰me 或者me懲罰師 他們成班的拍檔 今天就被捕了 就說懲罰me這個平台 涉嫌是支助 8個被通緝海外的港人 今天就是高調 通緝8個身處海外的港人之外 就去搜查一個攜充公下的單位 就說這四個人透過營運公司 社交平台和手機 收取資金之後 支援海外人士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涉案的平台就是懲罰me 就說他們是 資助8個被通緝的海外港人 警方的稿就是這樣說的 被捕的人正在溝流調查行動 仍然會繼續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今天就去搜查下午的時候 就是葵聰永建奴的一個 工業中心的單位 就安排貨車 搬了20到30件的植物酒 包括大量文件 寫有懲罰me的橫額 直回海報 林朗賢 前眾志的主席就被在現場押走 也都 拉了包括他在內的四個男子 介乎26到28歲之間 說他們違反國安法29條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 以及刑事罪行條例 煽動意圖罪 警方就這樣說 被捕人士 透過營運公司、社交平台 和手機應用程式 從中收取資金 支援揣逃海外的人士 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警方也都說被捕人士 透過社交平台 持續發布具有煽動意圖的訊息 包括 涉嫌煽動他人 引起對中央 及香港特別行政局政府的憎恨 煽動一定這樣 支持香港獨立 現在就仍然在調查之中 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其實我就 已經離開了香港 就我不知道這個懲罰 me 就是一個 平台是什麼平台 看回媒體的報導 其實 這個平台 其實是一個 黃店的平台 是一個黃店的平台 是一個黃店的平台 裡面就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用這個黃店的平台 譬如有些媒體 向一些用戶查詢過 就是 是用這個黃 就是 在裡面介紹 這個黃色經濟圈裡面的 成員 這些黃店 讓人可以多點去光顧 就是維持著這個黃色經濟圈的 成分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這個App就是用來 處分 換紀念品等等 儲分換紀念品 其實 就是 作為一種招來的 手法 就是要人家維繫著這幫人 第一 有一幫仍然是很堅持 幫襯黃店的人 你知道 要告訴別人 就好像一個 一個廣告平台 那樣 要告訴別人哪裏是黃店 有什麼黃店的活動 是不是 我上去看 比如說 說 五一的時候 就有這個 五一的優惠 就是 跟很多消費的App 商場的消費的App 等等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然後也有儲分 有現金券 用來換紀念品等等 其實目的是這樣的 我自己看 這次拘捕他們 我不知道警方掌握什麼證據 這個懲罰Me 的App 或者這個平台 是不是 那裏賺到錢 就用來 資助 這個在海外的被通緝的人 這個我不說 我不懂 我不知道資料 但是客觀的效果 他要拉 林朗賢他們 我想這個 平台 這個App Facebook 都沒有辦法再營運下去 又說什麼 發佈 煽動的言論 引起 香港市民 對特區政府的憎恨 等等 其實是要將 黃店 黃色經濟圈 因為你搞得不錯 即是 吸引到不少的人 就好像這位 被訪問的 這個懲罰Me的用戶 純粹是當黃店地圖用 即是說我要安徒索企 我也不知道哪間是黃店 哪間不是黃店 如果 就好像一個認證 放在這個懲罰Me裡面 就當一個認證 那間就是黃店 那些支持黃色經濟圈的人 去幫他們 搞得有聲有息 於是我就要 將來 那些營運的人 全部 停了 這個黃色 幫助黃色經濟圈 繼續維繫下去 其實是不容易的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說 你要好吃才行 就是黃藍是政見 好吃是良知 要好吃才行 這是第一 第二 舖租又貴 又經常被人搞 有些藍絲或者有些執法人員去搞 搞完他就沒口好吃 所以要撿得一間一間 藍色經濟圈都一樣 所謂藍色經濟圈 那些藍田什麼牛肉麵 牛肉飯那些 一樣是會撿的 因為現在經營越來越困難 這個疫情期間 撿很多 那就是 因為 有這個app 就可以維繫著一班 仍然堅持 在這個 幫襯黃店 仍然堅持想維繫 黃色經濟圈的人 可以有 有所 依巡 有所根據 我真的不太掌握到 是整個運載是怎樣的 如果大家 有用這個app的朋友 你可以說 告訴我 我的判斷就是 要堆壞這個黃色經濟圈 簡單來說 你有這個 就是搞得不錯的 你可以 統一 或者是 令到用戶可以有所跟隨的 做得挺好的 他就要 就是 一棍 撥散了你 用很多不同的名義 那麼 眾志已經是 就是 接埋了 林朗宴 也是 因為 一些 案件已經坐過牢的 刑滿了 出獄的 現在 除了要搞黃色經濟圈之外 除了要堆壞這個平台之外 我想 對於 眾志仍然在香港的一些 前的要員 可以這樣說 都仍然要繼續 你 你一日 不純服 你不要搞了 你放了監 不要搞其他東西了 得到做人就行了 如果你繼續要搞這些東西 你繼續堅持的話 就一天沒有運行 一天可能都會繼續拉你 我相信會是這樣 上回去這個 這個懲罰師 Me懲罰師的 Facebook 昨天也有個帖子 就是 台灣港店精選推介 台北篇 以往去旅行 最怕就是在意邊充斥著廣東話 令到在異國 異地風情傳失 不過近年 隨著香港人離散 相信不論在 外遊甚至移居 所以大家都會更想支持同胞 在他鄉的努力 就等Me 帶大家去看看香港人 在台灣留下的腳毛 有什麼 港式的麵包店 港式的冰室 這個港式的酒吧 在台北 介紹很多 台灣之外也有 說什麼印花 送這個印花 五一懲罰制之後 很多會員說要儲印花 經過一個月的調整 印花系統 7月1日回歸啟動 除了這個之外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因為 這個帖子 令到它煽動 7月1日 很興奮 回歸很興奮 Me app的印花系統 今天回歸了 經過一個月的調整 全新掌賞 重新啟動印花 有一幅圖 就是 這個 戴帳戶夫人 和趙紫陽 簽這個 中英聯合聲明 那幅圖片 後面 就站著鄧小平 和英國的一些官員 但是戴帳戶夫人 和趙紫陽 的臉上 寫著Me app 印花 掌賞 2023年 7月1日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因為這樣 而覺得是有這個 有這個 煽動的 情況 而且 在香港 這個 最後一間分店營業 之前 亦都在網上 發了一個圖片 出來 就是 看人 拍到人 這些排隊 去買 Tricky Duck 貨品的情況 亦都跟他做了 很多貼 譬如 賣那些物 加油 那些 亦都說 有很多人問 Inbox 問Me 什麼時候有月餅賣 很快了 7月中 App上架 就可以一次過買幾家 黃店的月餅 免費送上門 你看得到 整個安排就是 想維繫 這個黃色經濟圈 維繫這個黃店的 經營 我自己看到也是這樣 現在就把他們 一網打盡 於是 沒有了 他想介紹台灣的 黃店 香港的 都可能最後是 沒有了 也有的 說梁美芬在 立法會 發言 不小心 叫錯梁君營做主人 很多人都說 這些 有什麼特別呢 是不是 父親節 早前 父親節 五 父親節五間黃店 精選推介 自煮高級牛扒 日本清酒放題 主題打卡蛋糕 之類之類的 還有 還有 還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 都是犯忌的 就是 四年前 在歷史長河當中太短 對失去自由的人太長 在那天到來之前 然後中有一天 寫著 奪回香港 這個是 其中一次 示威的一個橫行 這些算不算呢 算不算是煽動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多人的Facebook都會出事 我不知道我判斷有沒有錯 大家也可以留個言話給我聽 是不是目的 其實 你抓不到人回來 就要打擊香港的 這個仍然是維繫著的 都有一些規模的 做得不錯的 的一個 軟對抗的力量呢 我相信是 衰不中 我的判斷 都不願意的 好 聊到這裏 繼續之前 我非常繼續之前 我心直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的收看 再見 你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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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